你好 陶君行 你好 當然是我阿力 首先我想 echo一下你 最初的節目開始的時候 你講說 功臨組別我不公義 即是你們在議會裡面抗爭 是因為議會不公義 所以你們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說得很對 我不太明白 我自己不太明白 為什麼香港那麼多人 會覺得應該要溫和一些 應該要 其實在一個不公平 不公義的情況之下 你這麼斯文 就變成像民主黨那樣 二十年後你都爭取不到什麼 現在還投入行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另外一樣就是 我想問一下你 最近包子甘的侄女 他掌握了警員 然後回到警署 又打了另一個幫我淚警 但也沒有被警方 警署那邊去用一條重點的例 來起訴 你放了一馬 那 因為石文賢經常都會和政府衝擊 也都會當然是成為警察打壓的對象 那 你覺得包子甘 即是急過疾女 今次這件事 對石文賢抗爭的時候 有什麼影響 還有 我也很想知道 石文賢他會 在這件事 在政署和警方方面 放了一個人一馬 那 你會有什麼爭取 其實從包子甘的侄女 這個個案裏面 其實反映到香港一個危機 就是剛才我說過你 行政長官是小公子選舉 你立法會一部議席 是被公民組別擄斷 然後你連司法制度都會受到蠶食 包子甘疾女的個案 很明顯就是你警方和陸政署 正如阿力這個朋友這樣說 就是你放了他的一馬 因為其實香港有兩條襲警的條例 是可以控訴的 現在包子甘疾女的條 就是所謂警察條例 另一條比較重的就是 經常告我們的示威者 或者是建制外的抗爭的人士 就是叫做傷害人生的條例 這條罪 上級法庭已經有一個很清楚的指引 只要你定了罪的話 你一定要坐牢 你不可以滿刑 不可以透過罰錢去解決 但是現在包子甘疾女 他為什麼能夠找到 又不是純粹關於法官的事 因為他都定了罪 不過問題就是 因為過去的案例 發展 最多都是做社會奉領 甚至乎就是緩刑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司法制度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不公的情況 就衍生出來 那又怎麼辦呢 我覺得這個是要靠我們香港人去捍衛 就是你連香港一直 就是由殖民地 唯一帶下來的法治那樣東西 法治其實最重要的精神就是 每一個人都是平等 不管你富貴 不管你貴賤 大家都有一個平等的權利 那這個是受到蠶食 是我們香港的危機 而我們一定要靠香港的民眾去捍衛 即是說你都是立足關於群眾 好 我們聽聽聽梁先生 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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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會去香港 你怎麼解釋呢 你這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覺得沒有問題呢 你第二問題 你說你爭取一些爭取一些爭取三果金 你跟民建民不是一樣 民建民都說自己是成功爭取 你有什麼叫證據 是說你扔招之後 是爭取到三果金的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好 香港究竟是否差了問題 那我想 這個事實性要紅便 回歸十三年以來 香港人不單止在政治或民主的權利 是不斷受到影響之餘呢 你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貧富完全是很嚴重的 我們堅明是數 全世界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 我們是二萬多三萬元美金的地方 竟然有些人是做十幾個小時 只有幾千元的工資 當然你說有能力在加拿大回流回去的 香港的朋友當然他能力高很多 是不是 但不代表他對我們這個制度沒有不滿 如果他沒有不滿 他都不需要這麼簡單地申請移民來加拿大 即是有什麼事的時候 我們起碼都有一個徒生活 OK 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們沒有說那件事情 我們成功爭取 民建源都有爭取 不過從曾蔭權一句話裡面 都可以反映到他的現實 他說理性的論據 是被感性掩蓋了 剛剛就是我們扔招之後 他做一個回應 為什麼會取消這個一千元的入息審查三果金 當然現在我就不會在這裏 將好的東西脫我自己在這裏 我想你不解釋那個意思 我從來沒有說過我成功爭取 不過我說我們要用這個抗爭的手法 才突然會製造的盲囤 最後就是究竟民主黨究竟在 和中央談判的問題上 是不是賣豬仔呢 很簡單的道理 當日民主黨不參加五區公投運動 他就說我要保留一個否決權 否決權就是給民主黨一手送去中央 今天我們要保留這個否決權的時候 正如2002年 你否決了一個方案 起碼他都說可以17和20年有普選 是不是 今次如果我們再否決這個方案的時候 中央怎樣跟國際社會交代 你收回這個地方 說一國兩制港兩治港 你騙完我們一次又一次 最初90年的時候通過《基本法》 中英兩國外交文件 就是這樣 回歸10年 07-08年有普選 好 差不多到07-08年了 你又說退去2012 差不多到2012 你又說17和20 但是不肯定 那倒不如你說安鄉2046好過 那你告訴香港人 其實你不用等了 一國一制就算了 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憤怒香港人 就是因為建基於你整個 在這個談判的過程裏面 你是出賣了我們的民主的原則 你最初說了三個條件是民主黨 即決一不可 有廢除公民組別的承諾 有路線圖和時間表 即1720更加清楚的承諾 再加這個改良方案 最重要的兩個方案 竟然沒有的情況之下 你之前收回 那如果我是阿爺的話 即是中英政府 我以後就跟你說 你說要取消公民組別 你說要有終極普選 喂 民主黨 你提的一人兩票 那就在那裏改良 繼續保留 那三十五隻公民組別 我和你改良它 現在最大的危機就是這件事 怎樣改良呢 就是各個組別 不如這樣的 律師或者大律師 香港有兩級就是這樣 你選那些人出來 跟著一人一票普選產生 醫生 一人一票普選產生 先你們提名 跟著呢 商家也是 那你整個制度 就是透過這件事的所謂改良 變成千收萬神 這個為何我們認為 即是民主黨 在通過這個過程裏面 你是賣了香港市民專捨的根本原因 嗯 看回你們這些政綱 就是在現任 或者新增的功能組別 和完一二年的特首選舉 你們有三筆 不提名 不參選 不投票 這就是你們的堅持 那這個堅持 對於香港的民主路 或者那個政局 是怎樣的影響呢 那這個呢 就要看下你們日後的表現了 好的 謝謝陶先生 和我們聊天 多謝 謝謝陶先生 給我們解釋 拜拜